全国警方反恐特别行动部队总监福姿说 没有报告显示有大马日射击最近的泰南炸弹袭击 但警方严重看待这起炸弹袭击事件 并与泰国警方紧密联系 以获取最新记载及交换意见 他说即使泰国警方没有要求大马警方协助调查 警方也会主动这么做 内政部长西山穆丁宣布 6批漂白计划4月10号的最后期限后 政府肯定不再延长非法外劳漂白计划 这意味着政府将在截止后对位登记的外劳展开大逮捕行动 他说政府已经恶毒展颜登记非法外劳的截止日期 因此雇主应该抓紧时间 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来办理手续 截至4月4号 共有7847名雇主为372335名非法外劳进行漂白登记 赤兰俄州警方今天下午在嘉印绿叶山庄度假村展开搜独行动 却意外侦破一个庞大的电话诈骗集团和国际补击集团 一举逮捕104名男女嫌犯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和台湾人 警方相信这个国际布法集团利用隐秘及高尚住宅作为大本营 意图避开警方耳目 这个布法集团在独家村内共诸下6个单位 被捕着大部分是年轻人 若佛居然68岁的退休教师戴天福 造地底推全打死新闻 引起当地方间议论纷纷 据死者乙双表示 他怀疑排行第二的小书思想比较保守 因为不满长兄让妹妹们回来赏幕才会出手打人 并曾经绝非为了遗产而发生证止 他遗憾事件的发生 并原谅打人的恶书 希望事情能够告一段落 吉兰丹州格拉纳福龙伊山路段 昨天傍晚7时左右发生一起恐怖车祸 一辆轿车与托格罗里迎面相撞 罗里犹如台山压顶把车车压成吸巴烂铁 导致车内三名华裔男女当场丧命 肖整局发言人指出 案发地点是车祸黑区 今年内已发生了三起死亡车祸 更多新闻请留意 新周日报或浏览新球i.com